大陸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号 进行首次的航行试验 福建号跟辽宁号以及山东号 最大的不同就是解放军 第一艘搭载电磁弹射器 而这些呢 这是自产自造的航空母舰 虽然是中国最先进的舰艇 但军事专家指出 还是跟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 有等级上的落差 买兵福建舰 首航准备完毕 请示按计划起航 起航 解开码头缆身 有好几艘拖船牵引 缓缓离开上海江南造船厂 驶出长江口 中国大陆海军一号上午八点多 展开第三艘航空母舰 福建号的首次航行试验 这次海上试验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主要测试福建号的动力电力等系统的 可靠性和稳定性 海事对于航母交舰前是最后一个阶段了 因为一艘航母 它从开始建造就是切缸 然后是下水 然后是西装 最后一个阶段就海事 首先航母是作战的舰艇 要速度快 快的航空母舰可以达到每小时30海里 而慢一些的也可以达到20海里 但光快还不够 在海上的灵活度也是重要关键 那就要检验它的转弯半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在海上看到 就是航母在原地吧 大大的画了一个圈或者说画了一张饼 但是这个饼不是画得越大越好 而是说越小越好 转弯半径越小 说明你的航空母舰越灵活 福建号预计到2025年底或2026年初才能开始服役 届时大陆海军才能真正进入三航母时代 不过专家分析过去辽宁号和山东号都是以苏联时期的技术打造 福建号的最大差异就是全部国产制造 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 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 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 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 除了排水量 相应的动力和推进系统都和辽宁号山东号大有不同之外 福建号采用电磁弹射器 也就是说可以更快速更有效的弹射舰载机 而且传出将搭载最新型歼35双引擎战机 与蒸汽弹射装置相比 电磁弹射装置精度高 维护维修简单 使用方便 准备时间短 还能够弹射无人机 因此成为现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弹射装置 尽管大陆官媒吹捧福建号是中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 但军事专家认为它和美国的航舰相比 仍然存有差距难以相提并论 福建号在尺寸上略小于美国的福特号 福建号长约300公尺宽40公尺 在排水量和舰载机数量上 美国航空母舰都占有优势 然而北京靠数量取胜 事实上共军军舰数量早在2014年 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之冠 根据美国五角大厦去年10月的报告 解放军拥有370多艘作战舰艇 美国海军却只有292艘 北京造船和下水的速度宛如下水饺一样 全国有200多家造船厂支持海军 美国却只有4个承包商 共7家造船厂生产 军事专家更透露 中国计划到2035年建立6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其中至少4艘航母是核动力 对南海台海的威胁恐将倍增 为了因应大陆和北韩的威胁 美国海军部长戴杜罗向国会议员喊话 美军应该在印太地区 部署更多雷型标准三型拦截飞弹 才能应对印太区域威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全球军力排名第四的印度 在两个邻国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 个别地缘冲突不断 又先后发展核武的状况下 似乎也打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上个月印度第十次的试射 烈火五行洲际弹道飞弹 引起密切关注 印度自言自制 烈火五行洲际弹道飞弹 上月11号从境内的卡兰岛上 再次升空 明明是同型飞弹的第十次试射 官方高调让各界更好奇 险外之音 这一次的军演你可以看到 印度并没有真正的参与 或是派兵出席 但是他把超高音速的导弹 送到了菲律宾去 他又在孟加拉湾 奥迪萨的旁边一个小岛 那里去试射烈火五 所以你就看到其实 他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最好是不要在南海这里乱动 那不然的话 其实我印度也是可以 这个射程还是可以达到北京的 射程上的威辙意图还显而易见 非但弹头内的秘星 恐怕才是反复测试的主要目的 技术与时俱进 甚至获得了多国采购 中共的红旗系列防空飞弹 足以抵消拦截 数量有限的中远程空中威胁 包括核武 今天你印度所有核武飞弹 都会被我中国拦截下来的时候 讲南天天我中国 我想打引印度就打引印度 你印度没有办法报复我中国 那这个是印度不可能接受的事情 所以他当然必须要发展 这样的多弹头科技 来去突破目前中国 也在发展中的飞弹防御的能力 那这个能力本身 当然主要是为了嚇阻之用 外传烈火五的这次试射 是头一回尝试应用 多重独立重返载具MIRV 在弹道飞弹的鼻端 装载多枚核子弹头 可以针对彼此间隔 数百公里的不同目标 同时发动攻击 让防空系统难以兼顾 这项运用并非新技术 但是具备成熟能力的 当前只有联合国安理会 美中二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 其实是有助于我们一般所谓的 第一级的攻击能力 因为一般而言 第一级攻击能力 大部分基本上是 要攻击敌人的武力目标 来阻止敌人的一个 对我的报复能力的一个存在 不论是增强火力 或是让火箭推进 后关高潮因素 印度本就不俗的科技实力 近年投入飞弹研发的比重 似乎稳定增加 最初的用意是抗衡邻国 中印边境他们在62年 才刚发生这个边境战争 所以64年他去发射这个原子弹 对印度来讲 这是一个还蛮大的这个威胁感 所以他差不多在那之后 他就开始去研究 研发这个核弹的这个试射 成空试射之后 这个巴基斯坦又在半年之后 就陆陆续续的 也都不断的在试射 军备竞赛反映长久以来地缘冲突 又碰上了美俄持续主导的 代理人战争 强化印度游缓意识 如果核弹头的携带技术 取得显著成果 亚洲核武版图将随之改写 事实上我觉得以一个他要加入 就是武昌可能变成第六场 这种大国决戏的角色 他这是他必须要有的能力 所以他在这个时间点 再去做这样的试射 然后接着就是之后 要往中东的方向去走 这个是非常有决心的 防卫目标正好和印太战略的框架 避肩而行 美国是否也打算在这一局借力使力 川普任内的首席的当时是印太的一个地理的概念 印太倡议 但慢慢慢慢弱势到所谓的印太战略 那到了拜登在2021年1月20号入主白宫之后 在名词上 拜登政府是研习印太战略这样的字眼 但在内涵上当然是更扩大了 对于盟友跟潜在伙伴的重视 其实很清楚就是借由区的国家 当然包括印度在内 想办法去牵持中国大陆 但是他不会去百分之百拥抱 别的国家的印太战略 因为他还是保有自己的弹性自主的空间 所以这是国际政治里面最复杂的地方 武力要尽 仍起源于地缘政治 中共会因为崛起的核武新势力 而戒胜恐惧 还是更急于找寻另一个压力出口 情势的变数似乎越来越多 TVB的新闻罗斯鹏耶斧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